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副教学的第四章 人论中的副教学 有关人论中的副教学 首先我们第一个要来讨论的 就是有关于人是从哪里来的 人类起源 的理论 那么关于人类的起源的理论 那么有三种理论 第一种是无神进化论 第二种叫做有神进化论 第三种叫做有神创造论 我再讲一次 有关于人类起源的理论 有三种理论 第一个无神进化论 第二个有神进化论 第三个有神创造论 有神创造论 好首先我们先来看 那么很有名的就是 所谓的无神进化论 那么根据进化论的讲法 就是人类是怎么来的呢 人类是从林长类的猴子进化而来的 人类是从林长类的猴子进化而来的 根据进化论的讲法就是人是从猴子进化而来的 那么我想我们当然不接受这样的一个讲法 人跟动物差距是非常非常的远的 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 跟动物有天渊之别 那么我们可以讲一些的这个证据来告诉我们 人跟动物之间有不可跨越的鸿沟 他们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比如说第一个我们看见 人跟动物之间那个智慧的这个差距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我们看见人类的科技你看不得了 人的科技日新月盛与日俱争 你看见现在人不得了 你看人最快的照相机一秒钟可以照一百万张 你看现在人类的科技可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你看不只是现在 其实你知道在五千年前人就可以照金字塔 不得了你看 那么有时候我到故宫博物院里面去看那个 这个以前的人他们怎么样用金子刻出那个金冠冕 黄金的那个冠冕 里面有很多条龙 哇我真的觉得人类是非常的不得了 但是你看今天动物 你知道最聪明的猴子的这个智慧 大概只有人六岁的这个智力 还有呢你看动物跟人之间那个智慧的差距太大了 人可以已经发展科技甚至可以到外太空去了 但是呢猴子呢你看见人类呢 你看见这个动物你看很多的动物可能连火都不会使用 你看见动物连火都不会使用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看见有狮子去抓了这个兔子以后 几只狮子就在那里烤那个兔子吃呢 可能他们觉得烤的没有直接吃来的好吃 但是你看连最简单的那个火 你都没有看见动物曾经使用火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人跟动物之间那个智慧的差距是非常的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人跟动物之间还有很大的差别 就是你看见人有宗教性 人有宗教性 但是动物没有宗教性 我们有没有曾经看过猴子在烧香拜拜的 大概没有 你有没有看见 你们看见甚至你们看见没有猴子 在这个有这个出病的队伍了 可能也没有 所以人跟动物之间那个差别是很大的 还有呢 人的道德性跟动物之间的差别也是非常大的 你看见动物跟动物之间仍然是落肉强食 落肉强食 你们从来不会看过有两只狮子同时要去追一个兔子 追到的时候那个狮子说请先用 大概不会 你就发现人跟动物之间的差异甚大 有不可跨越的鸿沟 这是我们对无神进化论的第一个批判 第二个 那么我们对进化论的批判就是我们觉得 为什么现在的猴子并没有进化成人类呢 或者我们应该会看到那个有这个不断的猴子在 渐渐的演变成好像半人半猴这样的一个 一个东西一个动物存在但是我们也没有看到 所以这个圣经里面 早知道人会发明这个进化论这种荒谬的这个理论 所以我觉得神很奇妙在创世纪第一章 神就已经直接讲我们看见创世纪第一章十一节 神就开始讲创造的时候有一句话不断的出现就是各重其类 各重其类 这一类就是这一类 这一类就是这一类 不会进化的 不会有这个进化的这个理论 所以这个是我们对无神进化论不能认同的地方 那么我想我在这个地方再稍微讲一点 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进化论 我想尤其是在中国的这个环境底下 进化论是很多人所接受的 那么我们应该对这个再有更多的一些探讨 好让我们知道怎么样面对一些进化论者 我们可以给他一些的反驳 首先当我们批判进化论的时候 你第一个可以提出来的就是 你可以告诉那些相信进化论的人 你告诉他进化论的创办人达奥文 其实他到晚年的时候已经信了耶稣 我们知道达奥文他晚年的时候他非常后悔 他很后悔他发明了进化论这个谬论 但是他知道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已经像野火一般的燎原 所以他非常后悔 这个是第一个 你看见达奥文他到晚年的时候 他信了耶稣 第二个我们应该要告诉那一些相信进化论的人 有很多人为什么相信进化论而不相信创造论呢 因为他们觉得进化论是科学 我们真的是要告诉这些进化论者 其实在现在的整个生物学家当中 相信进化论的人只有一半而已 就算他不相信创造论 他对于进化论也有一半的人是反对进化论 觉得进化论是不可能存在的 所以呢我们应该这样说 我们应该对那些相信进化论的人说 其实进化论不是科学 是信仰 严谨的科学 其实我们都知道 比较严谨的科学是 什么叫科学 就是可以不断的验证的 叫做科学 比如说你把两个氢加上一个氧 你怎么样加 你加几万次 下去他就变水 他就变水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不断可以验证的 最严谨的科学就叫科学 那么像进化论他是没有办法验证的 他只能说是推论 这样推来推去 人是这个整个万物是怎么演变的 那么这个当中漏洞百出 所以我刚刚讲到了 其实只有一半的生物学家 相信进化论 所以我们也严格上来讲 进化论不是科学 他是一种信仰 而我们必须要说 其实相信进化论的信心 比相信创造论的信心要更大 我常常举一个例子 我说如果你相信进化论 其实你的信心比我们相信创造论能更大 为什么呢 因为进化论的信心是什么呢 进化论等于告诉你什么呢 他等于告诉你说 今天你把一堆的这个金属镊啊 什么铜啊 什么东西 你把一堆的金属放在一个脸盆里面 你把一堆的金属放在一个脸盆里面 然后你不断的去摇他 摇啊摇啊摇啊摇一年 他会不会变手表 当然不会啊 一年就会变手表 不会 你再摇摇摇一万年会不会变手表 也有可能不会变手表 摇一年会不会变手表呢 也有可能会 好有可能不会 但是他的信心 进化论的信心是什么呢 就是只要你继续的摇下去 总有一天他变成一颗手表 其实进化论 他的信心是这样 我不晓得 我觉得这个需要更大的信心 好你把一堆东西这样不断的摇 不断的摇 他说你可以几百亿年 然后就都有可能嘛 让他终于有一天会变成这样 所以基本上 进化论有一个错谬的地方就是 其实我们知道 物理学里面就 这个乱者很乱 越乱的东西不可能到最后变成有次序 但是进化论就是告诉你 人类可以从乱变成有次序 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有这个 他们自以为聪明的 却是余佐的 所以呢其实进化论的创办人之一叫赫虚理 赫虚理 他自己讲过一句话 他说要相信有神很难 当然你如果不谦卑 他说要信有神很难 要信没有神更难 的确是这样 我觉得要相信进化论 需要更大的信心 所以今天呢 我觉得人因为背逆 所以舍去创造论 而去相信一个需要更大的信心 而不是真正科学的这个进化论 这个是我们觉得人很可悲的一个地方 好这个是第一个有关于人类起源的理论 叫做无神进化论 第二种有关于人类起源的理论 叫做有神进化论 我想这一种理论是对于进化论的一个妥协 就是当进化论像炸弹一样炸向整个欧洲的世界 像教会界炸下去的时候 很多人就觉得哇好像这个科学终于打翻了这个宗教的迷信 那么有一些人 特别是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 他们为了要维护宗教 但是又希望跟科学不会抵触 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妥协的理论 叫做有神进化论 那么所谓有神进化论就是 他们认为万物的起源是神 总有那个所谓的第一因 一开始有一位神创造 但是这一位神是透过万物来延伸 透过进化来延伸万物 那么这样的讲法 我刚刚讲过的 其实是对进化论的一个妥协 这个是直接违反圣经创世纪里面所说的 各种其类的这个讲法 所以这个有神进化论 是不符合圣经的 是对进化论的一个妥协 但是呢基本上基督徒 我们相信所谓的同类进化 我们不相信不同类可以进化 但是我们相信在同类当中 是可以进化的 比如说也许我们可以说 日本人正在进化当中 同类进化当中 我们看见以前日本人都长得很矮 但是你现在再去看日本人 你发现他们长得比较高一点 或者有很多时候 可能啊我有时候去看一些 古代的一些所谓的什么美女的照片 我不晓得是不是那个画家画得不好 还是就看奇怪那个怎么不大像美女 长得并不怎么漂亮 所以有没有可能我们现在 因为营养更丰富 保养素更好 所以呢这个现代的人比以前的人 可能长得更漂亮 我觉得这个也有可能 或者甚至我们看见现在的小孩子 可能比以前的小孩子更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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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更聪明也有可能 所以我们相信同类进化 但是不会有不同类的可以进化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各从其类 好这个是第二种有关于人类起源的理论 叫做有神进化论 第三种关于人类起源的理论 才是符合圣经的 就是所谓的有神创造论 有神创造论 那么我们基督徒相信 万物包括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 而人不是从动物变来的 人是上帝创造当中最高峰的 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创造的 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 他的确是用泥土来创造人的外形 但是他在他的鼻孔里面吹一口气 所以人就成了万物之灵 那么关于这一点 我们稍微来思想一下 人的本质是什么 其实我们刚刚讲过 人的创造有两个成分 一个是泥土 如果你去把人烧了 跟成土跟动物的成分是一样的 人有一个成分是泥土 但是人一方面又有上帝的气 吹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所以这个就让我们看见 人的所谓的矛盾性 或者人可以发展成为两极 因为人里面有神的灵 神的气又出于成土 所以你看见人一方面 我们可以发展伟大像神 所以人一方面很伟大像神 但是人一方面又可以很软弱 好像成土一样 这个真的就是我们看见 人的一个矛盾性 你看见我们刚刚讲到人的科技 人类的科技艺术 真的是非常伟大 有时候我们真的看见 人是非常的伟大 人可以发明各样的科技艺术 但是一方面我们又觉得人 其实是非常脆弱的 我们看见我们人的正常体温 大概是36.5度 那么增加一度 可能你的身体就不大舒服 再增加一度 可能你就必须要去看医生 再增加一度 可能你要送特别的病房 再增加一度 可能你就命在淡系 再增加一度 可能就做追尸礼拜 所以你看见人 人好像一方面我们人有神的气 一方面我们人又是出于尘土 所以人一方面可以很伟大向神 但是一方面又可以很脆弱 好像尘土 的确你看到人 有些人艺术发展得很高 但是人一方面又很脆弱 你看见人可以被人的一句话 就受伤害 我们看见前不久香港有一个 很有名的这个隐心 叫做张国仁 哇他是一个电影界里面 非常被推崇的一个 很会演戏的一个人 但是你看见他从十八楼跳下来 自杀而死 所以你看见人真的很痛苦 其实人活得会很痛苦 我们一方面可以非常伟大 但是一方面又很脆弱 这是一个 另外一方面 你看见我们人 里面有神的气 我们又有尘土 所以人一方面我们可以发展像神 高贵圣洁像神 但是一方面我们又人也可能污秽 好像尘土一样 的确我们真的看见在人的当中 为什么会发展成两极 你看见有一些人 同样是人 有些人就非常的伟大 他们非常的有爱心 造福人类 好像天主教的德雷莎修女 他曾经到印度加尔各达 在那里几十年 服侍那些贫苦的印度人 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我个人也曾经到过印度加尔各达 我在那里面待过两个小时 我就发现那个真的像人间地狱一样 哇这一个修女可以在那里住几十年 放弃那个修道院里面那个很悠闲的 安逸的生活 你看人可以这么伟大 但是人也可以很可怕 像一个恶魔一样 好像希特勒能够屠杀六百万的犹太人 杀人不眨眼 同样是人 因为我们人你可以发展神性 也可以发展那个尘土的那个特质 甚至呢 我们可以说我们美跟丑 圣洁跟污秽 有时候就同时存在我们的里面 有时候你觉得你自己 好像也蛮有神的荣光 但是有时候你又觉得你自己非常的污秽 那么以前有一个画家 他要穷极一生 他有一天他穷极一生 他想要画两幅图画 一幅图画讲美 一幅图画讲丑 那么艺术家对于美跟丑的诠释 当然跟我们很不一样 那么他就找找找 他就想要找一幅图画 怎么样能够来表达美呢 有一天他就到教堂里面去 看见一个小男孩 卷法天真无邪 哇那个两脸 这个有这个腮红 哇在那里唱诗般唱歌 哇他觉得这个是人间最美的 最纯真的 最干净的 这个一幅图画 他就把这个男孩子画了一幅图画 过了大概十多年以后 他就想他现在开始着手画一幅丑 丑陋 人性最丑陋的一面 最丑陋的一幅画 那么有一天他就在寻找灵感 突然他就听到有警察 吹哨子的声音 原来是一个警察正在追一个小偷 那么他就跑过去 看见那个小偷就从那个围墙上爬过去 然后就要跳下来 在逃避那个警察的追捕 他就想哇这个就大概就是人间最丑陋的一幅图画 那么他就想要去捕捉这个画面 结果他凑进去一看的时候 哇他吓了一跳 他发现了这个男孩子 正是他十多年前 在教堂里面遇到了那个男孩子 哇他里面的感触就非常的深 的确美跟丑 圣洁跟物会 可以同时存在人的里面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人就是这样 我们里面有矛盾的 我们有两极的 所以我们要发展灵性 发展神在我们里面吹的那一口气 我们人跟动物是不一样 跟万物是不同的 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 我们可以美丽 圣洁伟大像神一样 好 那么关于人类的起源 那么就是这三种理论 无神进化论 有神进化论 跟有神创造论 那么关于这个部分 我们再来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创造论 主张创造论者 跟主张进化论者 对人类的态度 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我们不要小看理论 不只是理论而已 进化论是一个理论 创造论是一个理论 它不只是理论而已 其实它会深深的影响 我们整个对人类的态度 我们来看一下 创造论者跟进化论者 对人类的态度 会有什么不同呢 我想 进化论者 对人类一定会不够尊重 因为他觉得人 只不过是从动物 变来的 人只不过是高等的动物 所以人 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感谢主 我们相信创造论的人 我们知道人 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 所以任何一个人 哪怕是一个最穷的人 最笨的人 是一个智障白痴 我们都尊重他 所以今天在全世界各地 去关心那些 最贫穷 最落后 最很多残疾的 好像没有人要的那些人 就是基督教去关心的 因为基督徒有一个信念 我们相信每一个人 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 每一个人 我们去服侍一个人 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 你去服侍一个最小的弟兄 就是在服侍上帝 好 还有呢 你相信创造论跟进化论 你对人会有很大的不同 比如说我们看见进化论 他相信什么 适者生存 不适者淘汰 物尽天责 落落强死 他相信什么样的人 才能够活下来呢 强者才能够活下来 我们不要小看这个理论 其实就是这个理论 造成了二十世纪 人类极大的混乱 你看见因为进化论 制造了所谓的法西斯主义 纳税主义 就是其实这些纳税主义者 跟法西斯主义者 他们就是高唱什么 白种人的负担 我们白种人是这个世界上 最优秀的民族 所以我们要去同化别人 好让人类能够提升 所以呢产生了帝国主义 产生了那个殖民地主义 跟进化论都有相当大的关系 不只是这样 我们看见进化论也产生了共产主义 相信斗争 这个落落强死 强的人才能够活下去 所以我们不要小看 我们不要小看 这个创造论跟进化论 对人类会有很大的影响 会有很大的影响 好 这个是我们看见 从人类的起源的理论 我们来看到有三种理论 好 再来关于人论里面 还有几个问题可以来探讨的 就是有人会问说 我们怎么样证明人有灵魂 我们知道进化论不相信人有灵魂的 他们相信人就是人死如灯灭 无神论的人相信人死如灯灭 唯物论 他们相信人不过是一些物资 所对弃而成的 好 但是我们创造论 我们相信人有灵魂 那么有的人就问说 你怎么样证明人有灵魂呢 那么我们知道有些基督徒 他们怎么样证明人有灵魂 他说你相信人有灵魂 比如说如果你不相信你去看看 你看见人死了以后 他的体重会减轻 表示灵魂飘走了 所以他的体重减轻 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再这样说 因为这个不对 那么我们知道根据医学告诉我们说 人死后 为什么体重会减轻 不是灵魂跑掉 灵魂没有重量的 为什么会跑掉 因为会失水 会脱水 水分会跑掉 所以会减轻重量 这样 那么所以这个证明是 我们不再用这种 不是很符合科学的方式来证明人有灵魂 那么我们怎么样证明人有灵魂呢 那么我想的确最好的证明的方法 就是曾经有很多科学家他们研究 他们去找那些曾经有过死亡经历的人 我们知道有一些人 好像特别是一些心脏病患的人 他们曾经好像死掉了 心脏停止了 那么经过电极 经过急救以后他们又活过来了 那么其实这个已经有很多科学家 他们在研究 他们就发现人有灵魂 他们证明人有灵魂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他们就发现 这些曾经好像死亡过的人 他们在活过来的时候 他们可以讲得非常详细 因为他们可以证明说 他们的灵魂那个时候飘出去的时候 好像飘到那个天花板一样 所以他们可以很清楚的讲明 当他心脏停止的时候 你们第一个动作是帮他做什么 第二个动作帮他做什么 怎么样帮他电极 怎么样他又活过来 所以这些科学家他们很诧异 他们就用这些例子 来整理出所有的这些曾经有过临死 这个死亡经历的人 他们的经历里面证明 人真的有灵魂 人真的有灵魂 我们相信人有灵魂 这是我们所相信的 那么我们这个单元就先上到这个地方 我们关于人论还有一些问题 我们等到下一个单元 我们再一起来讨论 愿上帝赐福我们每一位同工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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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